路加福音 第23章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 就告他说 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 禁止纳税给凯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 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 他山货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 从加利利齐直到这里了 比拉多一听见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 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久已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醒一见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极力地告他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 系论他 给他穿上华丽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从前希律和比拉多 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比拉多传奇了祭司长和官府 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 说他是诱惑百姓 他呢 我也曾将你们报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 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不死 我要责打 把他释放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从家里门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 作乱杀人 下在尖里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谍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所以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 求他把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 就得了圣 比拉多 这才照他们所求的 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那 作乱杀人 架在尖里的释放 把耶稣交给他们 把耶稣交给他们 嚎啕嚎啕痛哭 耶稣转身 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 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乳养婴孩的 有福了 那时 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 遮盖我们 这些事 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 将来怎么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小的 丁丁就粘究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吃笑他 说 哈哈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他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说 哈哈哈哈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哈哈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椅上 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机窍他 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 说 你竟是一样兽刑的 还不怕什么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我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 约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 直到深处 日头变黑了 殿里的曼子 从当中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与神 说 这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的众人 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捶着胸回去了 还有一切 与耶稣熟识的人 和从加利利 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 站着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 您叫约瑟 是个义士 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谋所为 他并没有服从 他本是犹太 亚利马太城里 素常盼望神国的人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就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 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 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 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